就是有沒有第一次來到哲學星期五的 有的話麻煩你舉著手 還是有 那我還是大概就是說一下哲學星期五在做什麼 就是哲學星期五其實一開始 它是在台北 那他們用的形式是一群人 他們拿著大神功 在十大夜市的路口聊天 他們什麼都聊 可能聊政治或是聊一些社會意義 那慢慢的在台灣各地 在台中或是台北 然後新竹 台南或是東部 就慢慢的因為人越來越多 所以就是進入了室內 就是每個禮拜五的晚上 我們就在一個小空間裡面 然後我們談很多的議題 我們談什麼 我們談一些有關於人權價值的事情 例如死刑的存費 或者我們也討論一些很在地的議題 我們討論過神剛福俊 那我們也討論過關於音樂 音樂要怎麼跟社會議題 它後面的公共性是什麼 那也包括說我們今天談的 我們談的是 一片 就是一個導演 一個導演他怎麼透過他這樣子長進去拍片 那怎麼去參與這些公共議題 那哲學星期五有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我們雖然每個禮拜啊 都會找一些不同領域的一些專家 來分享他的想法 但是我們認為坐在台下的各位 其實才是哲學星期五的主題 每一位群眾其實才是哲學星期五的主題 所以我們在討論的過程 其實很不喜歡引經句點 就是說 你不要講的讓人家聽不懂 你不要引經句點完 然後別人就句點別人了 所以如果你講了一些很專業的名詞 其實我們會希望你用 比較口語的方法來解釋 因為我們希望可以用一些很簡單的話語 然後讓大家來去了解這些看似很深色的議題 那可以讓更多人去參與這樣的討論 所以哲學星期五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他要自我介紹 那我們 今天的 所以 今天從哪裡開始呢 從門口開始好了 就是我們自我介紹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講說 你從哪裡來 那你 從哪裡知道哲學星期五的 或者是說 你對於今天的議題 有什麼想法 為什麼今天會想來參加日常哲學星期五 就是可以用簡單的一分鐘說明一下 每個禮拜都要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叫智琳 我會知道這個空間線朋友最近見我 然後覺得這個空間有意思 就有時間到來這邊做這個體驗 這樣 為什麼 大家好我是劉姬 我來自台東教育大學 我知道這個是因為老師推薦 然後這個是因為對這個議題有什麼興趣 謝謝 大家好我是李智宇 然後我也是台東教育大學 然後知道這個活動是從F5P上 知道的 謝謝 真的我是台東教育大學的陳誠 然後也是老師跟我講這個活動 然後就剛好有扣 對 好不要拍我 對謝謝 對不好意思 我插個話 就是我們正學星期五在全程都會有進行轉播動作 那也會進行拍照 如果你不方便露臉 就是可以跟我們志工說明一下 那我們會在影片做一些處理 對 就是不會讓大家影片 不會 不會 你出現然後才幫你打馬賽克 對 那如果真的有的話就是跟我們志工說一下 我們會處理 大家好我是林主委來自民道高中 然後是青柳社的社員們推薦 大家好我是林主委來自民道高中 然後是青柳社的社員們推薦 謝謝 那青柳社是 青柳社是 青柳田教柳社 也就是表演 大家好我是季儀大學大成縣學生 然後這是第二次參加折舞了 謝謝 我也是第二次參加 上一次是在市民廣場 對 覺得非常的有趣 然後這次到好班這邊參加 謝謝 我之前有來聽過大直的那個西藏國圖的議題 對 所以這是你在網路上看到 那就來看一下 是土國嗎 對 在土國 大家好 我就是來聽折舞 是因為這次的講者有興趣 我們講者有兩位請問是哪一位 阿公跟前輩 兩個都有興趣對不對 大家好我是俊佳 那我是陳之設計師 今天是第三次 大家好我是台中校運大學的陳寅珍 然後會來折舞是因為老師推薦 對 好 大家好 我也是台中六位大學的五天日 然後也是老師推薦的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也是來自台中教育大學的陳丁煥 阿 會來這裡也是因為老師的推薦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來自台中教育大學的陳丁煥 我是來自台中教育大學的 大家好 我是來自台中教育大學的 等一下喔 不可能這樣好笑的理由啦 換換一個換一個 我是 老師 剛好笑啦 剛好笑啦 那下次還會剛好想嗎 一定會 一定會 好 謝謝 我也是台中教育大學的陳丁煥 然後 我對這一題有興趣 謝謝大家 有興趣在哪裡 他那個 製片我覺得 還蠻有興趣 想要了解的 謝謝大家 謝謝你 大家好 四位網民 然後我也是台中教育大學 然後 老師推薦 可是我也很想來 我也是台中教育大學 然後 也是老師推薦的 然後 我也覺得這題 其實聽起來還不錯 哪裡不錯 都沒有參與及實踐這個部分 好 好 我也是來自宗教大的 然後 想要來看看什麼實踐 好 我也是宗教大的 我們是不是跟著來的 我不是宗教大學 大家好 我是自然 我是從中心大學學生 今天就是剛好在 底下聽到劉鶯祥老師演講 對 他今天在我們那邊演講 然後就是聽到 他有講說好辦這個空間 然後後來上網查資料以後 又發現 就是有哲舞這個活動 然後剛好又對 製片有點興趣 這樣 所以就過來 好 我們歡迎你來哲舞 大家好 我叫林謙 之前也常來哲舞這邊的 聽一些 分享一些東西 對 他就是 有一陣子沒有 因為之前來的那個螢幕都是在這邊 這次你突然就見到這邊 謝謝 嗯 大家好 我是羅雙 我是從聽過今天講者的紀錄片分享會 所以就再來聽一下 對 謝謝 嗯 大家好 我是孟靈 那個我在網路上就是常常看到那個哲舞的介紹 然後今天是第一次過來 然後平常對那個就是一些公文一題比較有興趣 然後今天就是參與那個就是製片的部分 我也蠻喜歡看這個類型的影片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劉沛羽 我是孟靈 介紹我們自己的節目都是第一次來 然後我對這些公共議題 而且就是去Rubbing這些東西是蠻有興趣的 其實我們哲舞每個禮拜都會討論不同的公共議題 那如果有興趣的其實可以找朋友一起來 對 大家好我是邦靖文 邦靖文 邦靖文 有空直接來 大家好我是亞絲 但是之前就有來過了 然後我今天是來當神之的 大家好我是達靖文 我從東京大學這邊來的 然後今天是 就是因為為了阿鳳導演跟史惠傑 看過他們很精彩的作品 所以今天過來 也是粉絲的概念 大家好我是順順 我今天就是跟著幫他一起來的 大家好我是仁方 然後我已經快要我半年沒有來了 所以我今天有一點興奮 就是可以又來這邊評價議題 然後我以後想要念跟藝術創作有關 那我覺得藝術品就是在傳遞 就是傳遞創作者的一些訊息給觀眾們 你能理解嗎 就是他會 反正我覺得藝術品是一個傳遞訊息的媒介 那我覺得排片也是一個很好的藝術創作 大家好我是來自財務公司的學校園 然後我自己本身很喜歡媒體這件事 而且我覺得近幾年來 媒體能夠跟公民財運 跟一些議題做結合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我也想要來學習如何去實踐 大家好我是陳怡婷 我是一年前聽學姐說過折舞這個活動 所以今天就過來看看 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是來自戲棚的哲瀚 大家好我是來自戲棚的哲瀚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來自戲棚哲瀚 大家好我是史龍 我今天也是粉絲 大家好 我是志中 也是剛好來聽一下那個 紀錄片導演來分享這樣子 那就看那個網絡上就知道 導演有拍那個 公視人生劇展好像還蠻有名 就最新的那個劇情片這樣子 或我們有跟上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阿昌 其實來久之後你就會忘記自己 一開始怎麼知道這邊 然後到底來了幾次 但是如果是第一次來的朋友的話 就是希望你可以常常來 因為這邊真的是一個 就是讓你有機會 進入到很多 你可能之前標説一題的一個空間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宇晨 然後我也是哲武志工 然後我非常喜歡看紀錄片 然後我覺得今天的哲武應該會非常的精彩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忠 我是哲武志工 大家好 我是賈佑 我是那個台中教育大學 我也是哲武志工 因為前陣子有一些活動 還有推動一些運動 所以跟今天的講者都有非常密切的關聯性 所以很多人都說來當粉絲 其實我們也很好奇說 在這一段日子 跟他們的相處的那樣子的方式 是不是他們平常 或者說他們以前是怎麼做 我們都很好奇 所以特別要留在這裡 好好地聽阿楓跟淑慧 我們也會來怎麼樣地解釋一下 他們平常都在做什麼這樣 大家好 我第一次參與這個活動 因為我對紀錄片很滿有興趣 然後也是想說看能不能執行一支片子出來 這樣子 現在還在做一個計畫 紫色衣服的 自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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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在華房 我今天是來支持 那個淑慧姐 跟阿彭導演的記錄 也會我們在選一句 好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 好